創下我剛剛一開場講 全球金融市場驚天大屠殺 燒完美國股市可能也陷入一片沙盤 然後白宮高層跟美軍 事實上如果確定有染疫的狀況 整個疫情可能還在全面擴大跟失控 武漢肺炎現在主要的核心的關注重點 變成到了美國了 而到了美國之後呢 美國已經有34週都已經有確診病例了 而且最嚴重的問題是 連美超連美國的白宮高層 恐怕都有隔離的問題了 美國現在有550例 有8個州大概美東美西 因為疫情都已經宣布進入了緊急狀態 而這緊急狀態裡面 其中就變成是很多的學校 都變成線上教學 很多的企業都只能在家上班 這個壓力已經都出來了 而這裡面更大壓力是什麼 白宮會不會出問題 因為他們有一個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協會 在開會的時候 蓬佩奧還有這次防疫總指揮副總統彭斯 都在裡面 然後這裡面呢 已經裡面傳出有人確診 那現在就變成是 那你彭斯 還有國務院 那個國務卿蓬佩奧 你們要不要被隔離 那這個東西已經壓力很大 而且當時在場的時候 還有三分之二 美國的議員都在裡面 但是更慘的是原來已經有個美國的議員 跟選民的互動非常密切 可是呢 那這個時候大家問了 那你川普呢 你Ivanca呢 然後庫許娜呢 你的女婿呢 你們都在這個場面 你們都跟選民 然後他們現在美國只有說 不會啦 因為他們距離很遠 但是大家在關注 你們這個如果白宮高層都被隔離 那對美國壓力就更大了 而美國現在面對這個狀況呢 裡面呢 他們還有個壓力 就是公主 現在美國五百五十例確診裡面呢 公主就帶給他們七十例 鑽石公主帶了四十九例 那現在最頭痛的是 至尊公主號 有二十一例已經確診了 而至尊公主號上面還有三千五百多個人 現在怎麼去處理 怎麼去壓 都有問題 那美國已經大到壓力之後呢 就說現在呢 進出美國要管理 連美超都要管理 特別是中國和南韓 因為現在有查了一個是 有很多時候病毒會在一些物體上 存九天以上 所以以後呢 從中國和南韓 回到美國的美超 不能使用 也要隔離七到九天 確認之後才可以 所以現在美國已經成為重大疫情 那另外一個是義大利 義大利呢 現在變成是全世界 他的一個整個確診率超過七千 往上超標高 而標高到最後呢 他們呢 開始要學 可能又是聽那個美國 中國的意見 或是聽WHO的意見 所以他們開始要學封城 連米蘭都要封 那問題是義大利在這個封城 因為義大利現在死亡率4.96 也是變成全世界最高的地方 但是他們要封的時候呢 媒體提前把消息洩漏 消息洩漏之後 就造成義大利 一千六百萬人大逃亡 所以這個疫情會怎麼擴散 美國和義大利成為世界上新的重點 注封城 我們在這兩千塊 賞的一萬塊 我們會選擇